《作詞》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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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黃建勇他本身 他就是作為一個策展人 就是當然不只這一檔展人 就是他每一次在進行展覽 然後當他有一個主題的時候 就是關於那個文案 關於那個題目的定名 就對我來講 那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因為文字這件事情 哲學家有哲學家去理解他的方式 跟使用他的方式 就是說在哲學家的眼中 所有的地方都是雙層的 對 所以說每一個字都是literal的 所以說他也會沿用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去使用文字 就是在一個我們慣用的 對於字詞的理解方式 然後現在要面對他重新為那個字的命名 或是重新為那個字的翻譯 這中間其實都有各種各種各種的章例 那回到這個展覽來說 我會覺得perial是什麼意思 穿越是什麼意思 正義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會覺得這每一個字 對我來說 我都會覺得 已經跟他們原來的意思不一樣了 那我會把我自己的展覽 會比較扣在perial這個字 那我對perial的理解其實是平行的 就是我把它看成是一個平行的系統 那平行跟他所用的錢 這兩個字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比如說就我們有一個 我們現在處在的一個現實世界 perial對我來講是 這一個平行世界是他同時 他同時也在展開 他同時也在運作的 但是這兩個世界是什麼關係 如果我們完全只用 一種數學上的平行來講 那他們就是沒有焦點的 可是如果我們放在一個 日常的理解來說的話 就是我會把它看成是這個平行 其實是一種四季而動的 那他有可能會隨時滲透進來 在這一個層面上面 我覺得我就會覺得 他就會有點像是 黃建宏講的一個錢的意思 因為那個錢他就是隨時都會浮現 他確實是存有的 他是逼贏的 那他有可能會浮現過來 去吞噬那個 那所以說在這次的展演裡面 我提出了 不用卡布卡跟柏絲提出了 兩個人類的生存的意象 那他都是在我們 就是平常很直觀的時候 我們並不認為自己或他人 處在一個這樣子的處境 事實上那個處境 正在等待我們陷入其中 又或者是說 那個處境其實已經把我們包圍 而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 辦法判讀出來 對 這一次參與就是一個 這個展覽的方式 我自己也覺得很特別 因為就是他 不是定位為講座 而是一個展演 我這一次的這個展演的 活動有兩個時間 一個是在8月18號 禮拜六的下午3點到4點半 那主題是卡布卡路徑 假性創造 然後另外一場是9月1號 同樣是禮拜六 下午3點到4點半 然後這場是波赫式現場 用有線消滅無線 那我自己對於空間 就是我很重視空間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會覺得空間對於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直接提示人的處境 以及人對自己處境看法的一個性格這樣子 就是我在這一次的展演中 就是我想要就是去強調的就是卡布卡 他是走行於一個怎樣子的路徑 那他深陷於一個怎麼樣子的意象 那對我來講他有點像是一個地窖 或者是螞蟻穴這樣子的地方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去談這樣子的一個意象呢 是因為我會覺得他很高的遇見了 就是當今現代人在一個網路無所不在的 那個處境裡面所被夾擊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那我們第二場的展演的題目是 自從波赫式出發 然後要波赫式現場 然後他的電影裡面 他就是層層疊疊的有各種的 就是虛構中的虛構啊 就是奇路花園等等 那可是我今天再次在這個展演裡面 想要就是去提出波赫式的時候 恰恰就是想要使用的是 就是波赫式關於虛構這件事情的見解 什麼是虛構 什麼是對於虛構的虛構 什麼是對於虛構的虛構的再虛構 如今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時代裡面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夾擊在 就是現實跟虛擬之間 感覺到左右為難的 那困境就在於 我們仍然對於自己虛構出來的失誤 感覺有一種不踏實 可是虛構所反生過來加給我們的感受 卻又真實無比 所以這中間其實是很令人迷惘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非常著迷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也會認為這是一個 當代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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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